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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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建築師是台南市的許敏哲建築師跟烏雅才設計師 所以我們這裡的建築風格比較接近台南市的風格 它的外觀比較簡潔 所以它為什麼是叫法碟型管 所以它比較接近法式風格 簡潔然後比較乾淨然後比較清爽 這是我們的建築的一個特色 剛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其實我蠻訝異說 這個區塊還有很多加強專造 那公司本則就是一個經營品質的理念 所以我們把高雄市的那一套R7造的工程我們到這裡來 這個地區的基地因為它蠻大的 所以這裡也分三棟 所以我整個開挖的時候我是分三段做開挖 那時候三段開挖的土方我就不會帶到外面去污染到外面的道路 所以我這裡的供給其實有被拉長 那因為這邊是R7造的房子 那R7造的房子個人認為還是在於防水的問題 所以整個從R7的基礎開始的時候 我就特別去注意它所有的鋼筋的配置 那所有的模板跟管線之間的一個距離 那所有在灌漿的時候基本上我們都是有全員的跟著灌漿 然後把所有的品質顧到最好 那整個R7在做凝結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使用PP板做保護 那PP板保護最好的成果就是它可以防止潛變的發生 所以整個裂縫就不會產生很多 所以它的防水的效果 事實上它是達到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基地夠大 所以這裡的規劃是以雙車位做一個開發 那我們一樓有一個孝親房 二樓兩個房間 三樓兩個房間 所以這個房間數基本上來說它是夠用的 那老闆對於湖內這個地方北高雄的開發 事實上它有一個深耕的理念 以我們公司在這裡所規劃的產品 它是雙車位又是R7造的 然後一樓又有孝親房 它的客廳又那麼大 然後二樓三樓又是兩個房間 小孩子成長它都可以使用這些房間 所以以手夠年輕夫妻來講的話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產品 對這個區塊來講售價又不高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產品